证悟之后还会退转吗 证悟之后会退转 这个要看它的证悟的程度 初步的证悟会退转的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修大远门的时候 有些时候就是有一点点证悟的感觉 不是很难的 尤其是修心比如说前心修得比较好 或者是前心修得不是很扎实 但是对大远门的发 对上师的心心 这些都比较重组的话 这种情况下就是以时 就争悟了一点大远门的境界 这个是有可能 这个不是很难的 可以有的 但是这种情况 就是非常的容易推车 因为第一 推车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的基础不扎实 也就是说准确的说 就是修家亲还没有修好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比如说它证悟了以后 然后没有认真的继续去修 然后它比如说去忙于其他的事情 这样子以后 那就是这个证悟就有可能很快就会消失 这个有这个是大远门的书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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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